提到政國神社,大家都一定會聯想到在二戰時期日軍的戰爭罪行 每當日本首相參拜政國神社都大大刺激中國人的反日情緒 最終養成一連串的風波 但同為二戰戰敗國,在德國的土地上卻樹立起一座座猶太人的紀念碑 記錄著納粹時期屠殺猶太人的歷史 究竟為何日本有別於德國,多次在戰後參拜標誌軍國主義的政國神社呢? 而政國神社又是怎樣與戰爭扯上關聯呢? 大家好,我是Movie Street 這個頻道喜歡通過電影解說 和大家探討一下電影背後打出的議題和啟示 同時又會偶爾個別講解歷史議題 和大家分享多些過往發生過的事,如何影響我們身處的世界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記得CLS 想進一步支持我們的話 還可以加入我們的Patreon會員 有線看我們的影片,又或者選擇影片的題材 而今天我會跟大家講一下聖國神社以及背後複雜的歷史文文化背景 聖國神社位於東京市中心 在1869年由明治天皇下旨建立 聖國神社最初被稱為招魂社 目的是為了紀念在明治維生時期 在日本內戰中犧牲的武士 在1974年原本的地址重建之後 被改名為聖國神社 聖國一辭,在日文裡面又鎮戶國家的意思 重建後的聖國神社除了專門制製維生人士之外 還制製了幕府時期到大東亞戰爭期間 為天皇犧牲的武士 所謂的大東亞戰爭 其實就是指二戰時期的太平洋戰爭 而根據神社官方數字顯示 神社裡面擺放的亡靈 就有大約246萬6千人 在60年代時期,當時在日本首相 通常都慣常以私人名義參拜聖國神社 而且只會在春秋季制製活動進行 避免刺激亞洲人民的情緒 但直到1978年 日本政府將14位二戰時期的甲級戰犯 視為超和殉難者 將他們的領位移入聖國神社 在往後的日子,日本首相都不惜周邊國家的反對 以公職身份參拜聖國神社 而聖國神社的爭議 以為不斷激化日本和周邊國家的矛盾 嚴重刺激亞洲各國政府和人民 特別是對中日關係造成深遠的影響 而這一切的緣由其實都要從第二次世界大戰講起 在1945年8月15日 隨著美國 在日本的廣島和長崎 投下兩枚原子彈 蘇聯又對日本宣戰 日本政府也宣告無條件投降 在二次大戰結束不久 以美國為三民軍 進駐日本 對日本開始長達七年的管治 當時在日本的最高統帥 密克阿瑟將軍 就著手清除日本軍國主義的影響 失行一連長民主改革 由於在明治維新開始 日本就實行宗教政治一體化 實現國家是神道教化 形成以天王為中心的軍國主義 於是美國執行了第一次的政教分離政策 當局率先頒布神道指令 要求天王親自發表人間宣言 宣布天王不再是神 而是和普通人一樣 同時又規定任何宗教團體 不得有任何特權行使政治權力 密克阿瑟將軍曾經打算消毀靖國神社 希望從精神上徹底解除日本的武裝 不過因為早在二戰時期 美國人就一早領略到 日軍頑強抵抗的戰鬥精神 為免刺激日本人的民族情緒 民軍都沒有將靖國神社消毀 後來在1951年 美日簽訂三藩市和約 宣告美國正式結束對日本的統治 歧視美蘇冷戰正發展得如火如荼 共產主義勢力滲透成了亞洲地區 在1949年 以毛澤東為首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就已經取締蔣介社中華民國 成為中國大陸的合法政權 在1950年 北韓軍隊又越過三百線進攻南韓 揭開韓國內戰的序幕 美國擔心亞洲地區會出現骨牌效應 他們在亞洲需要一個堅定的盟友 圍堵共產主義的勢力 而日本就自然成為美國扶植的目標 美國提早釋放日本戰犯 准許他們再次投身日本政壇 其中的甲級戰犯嫌疑犯 韓信介 就被美國視為親美反共的人選 在戰後成為日本的首相 而日本有異主義勢力 又隨著國際形勢改變死灰復燃 而這件事也解釋了 為何日本政府一直拒絕 在文件上向中國政府正式道歉 這種狀況固然是日本人至今 仍然參拜政國神社的其中一個原因 但究其背後的歷史脈絡 其實都離不開兩大原因 第一,宗教和文化的差異 大家都知道日本最大的宗教是神道教 國內超過90%的人口 都是神道教的信徒 在生死觀上 神道教認為死亡是贖罪 無論死者生前有過什麼工序 死後都有被制製的權利 所以日本人相信 戰死的靈魂可以被供奉在神社裡面 就連日本人眼中神聖的天王 都去苦手參拜神社 這一個是屬於最高的榮譽 更何況日本民間認為 參拜神社能夠祈求神靈庇護 可以消災祈福 根本就沒有政治意味 相反對於中國來說 雖然中國並沒有官方的宗教 但大部分民眾都以信奉佛教和道教為主 中國人的生死觀裡面 和日本人最大的衝突 就是對死後世界的想像 中國人有強烈的輪迴和報應觀 他們認為如果人生前做了壞事 死後會承受他們所做過的壞事 而且會為臭萬年 所以日本人認為 死亡是贖罪的看法 就自然被中國人認為 不願意承擔戰爭責任 而神道教和右翼主義者的關係 自然令靖國神社爭議 沒有辦法平息 在戰爭期間 日本軍部已經看重國民 對神道教的忠誠度 於是一直利用神道教的煽動軍國主義 宣揚為天王戰舍的觀念 鼓勵更加多人參戰 在戰爭末期 軍部為了重振士兵的戰鬥力 就以神社作為招來 聲稱士兵戰死後 就可以入神社受萬人敬仰 也因為這樣 不少人都視死如歸為天王而戰 即使他們明知戰敗 又令死不屈 以至於在太平洋戰爭期間 日軍少了集體投降 對美軍進行萬歲衝鋒的自殺式襲擊 在戰爭的洗禮下 神道教和右翼主義勢力 形成緊密的聯繫 即使戰爭早已結束 但這種狀況並未因為日本戰敗而消失 戰後大批的右翼分子 都以神道教吸引人民重返以往的道路 以至於神社被視為軍國主義的象徵 令神社問題難以解決 第二 歷史認識的差異 在第二次中日戰爭期間 中國通常都以受害者的姿態 抗擊日本的侵略 這種受害國的史觀 隨著同盟國戰爭後 則更是中國人的思想 並建構出相對應的歷史產物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過於教科書 灌輸中國人對這段歷史的認知 相反不少日本人認為侵略概念並無定輪 在他們眼中 戰爭只有勝利和失敗之分 所謂的正義和非正義 只是勝利者的吵詞 部分的右翼分子甚至認為 日本是為了解放亞洲 免受亞洲人被歐洲人剝削 才發動大東亞勝戰 而且戰時的日本國民 經歷美軍長年的轟炸 和原子彈的游輪 同樣視自己為戰爭的受害者 這種觀念 隨著日本戰後的獨立自主 二月吹鞏固 並表現在國內的教科書上 建構出日本人的歷史觀 對於甲級戰法的戰爭責任 中日兩國就自然有不同的取態 對中國來說 依據波茨坦公告和東京審判的精神 中國要求日本的軍國主義者 包括戰時日本首相東條英基等 承擔戰爭責任 但對日本人來說 戰爭責任應該由國家承擔 他們認為日本的軍國主義者 是代表日本國民受罰 日本教科書觀書的思想 以及甲級戰犯被當作亡靈供奉 都導致日本國民對過往的戰爭聚責 產生不以為而的冷漠心理 而由疫分子散改歷史教科書的行徑 對日本戰爭罪行備而不談 也會影響下一代的歷史觀 正正因為這種南源不切的分別 政國神社的問題一直難以解決 但話雖如此 日本國內仍有部分人 認為供奉甲級戰法 肯定了戰爭和侵略 會留下莫大的和根 有代表二戰陣亡軍人的家屬團體 就建議將14名甲級戰犯 和其他戰爭的死難者分開制製 又或者修建新的國立紀念設施 但想心一塵 這些方法 是否真的解決到政國神社的問題呢 事實上 政國神社就好像一個文化符號 符號學專家波培以次就曾經提過 透明的東西就是符號 這種透明性所引起的結果 就是我們的注意力 並不是集中在符號身上 而是過渡到符號所指示的事情上 還有真實和假想的發送者 用這個符號所傳達的感情 政國神社表面上是一座建築物 但不同的國家都對神社 附予了各自的人民解釋 神社在背後包含著 難以想像的民族情緒和記憶 神社在成立 見證著日本近百年來的軍事行動 無論是日本 又或者鄰近的亞洲國家 都有不同的文化意義 政國神社是日本神道傳統的象征 亦都是國家武士精神的標誌 國家透過將亡靈納入神社裡面 表彰為天王和國家犧牲的將士 但對於過往受日本侵略的國家來說 神社它是帝國主義的象征 代表著日本神道教和右翼主義 高度結合下的侵略儀式 令到亞洲人民聯想到以往的戰爭慘況 所以就算移走了14個甲級戰翻的靈位 神社的象征意義都依然存在 因為牽涉到的不止是政國神社的問題 而是背後成場戰爭的爭議 而這個時候有人就會說 日本全面道歉和讓步 承認戰爭責任 就可以真正解決政國神社的問題 但只可以說 這些官刊的吵詞 未免將問題想得太過簡單和理想 如果三言兩語可以解決的話 歷史上就不會有那麼多的爭議 種種爭議的背後 其實都離不開利益和關係 這條片就不打算有什麼獨特的見解 而是純粹想大家了解一下 政國神社的事件的來龍去脈 以及反思戰爭的由來 避免成為民族主義的工具 民族主義就好像一把雙人劍 它既能夠營造一個民族 但同時也可以令到一個民族迷失方向 重回歷史的循環 在那個民族進入 更多的民族 川普遞 ……… 本想殺了